美國司法部週三說 一位名為沙克拉姆·普爾·薩菲的伊朗特工人員 被控是策劃謀殺前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 約翰·博爾頓 據信是為了報復美國凶襲 打死伊朗聖城軍首領卡西姆·蘇萊曼尼少將 美國官員指認 普爾·薩菲是伊朗·伊斯蘭共和國衛隊成員 他目前因為與策劃故凶殺人有關的指控 而被聯邦調查局系通緝 檢察官說這個行動有可能是為了報復美國在2020年1月 擊殺蘇萊曼尼的行動 布爾頓在一份聲明當中 感謝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為此案而付出的努力 布爾頓說雖然此刻有很多事情不能公開談論 有一點是無用置疑的 伊朗統治者是說謊、恐怖分子 而且是美國的敵人